这是我外公吴吴吴 不然桃源人 别好是守白 别只是子龙 到黄埔冰校以后 他就把名字改了 就是李子宝国 文姬吴吴 吴吴吴 原名吴兴基 1926年3月 吴吴吴气笔从容 一路辗转 来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外公吴吴吴 受到西海革命的前辈的一些影响 他们年轻人听到这些信息以后 也就是李子宝国 偷偷地跑到广州来 参加军校 他考的成绩很好 因为他本身就上了几年学 有一点的基础 字也写得很好 所以他报名以后又考上了 到了第四期了 在步兵科 1926年10月 吴吴吴毕业后 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 抗日战争 历任国民党通讯兵 第一团无线电第三大队大队长 副师长 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 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 也牺牲了很多 他们班上也是 剩下的这个人也不多了 史料记载 在813松户抗战的第二天 27架日机来袭南京 通讯兵第一团的全体官兵 坚守岗位 在狂轰滥炸中保持通信 畅通无阻 发挥了中枢作用 其后 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 通讯兵部队扩充为9个团 均以通讯兵第一团为基础 扩编而成 日本偷袭争局港 在那个那天早上 是外国人在那里 值班 第一个拿到这个天报 马上就发给抗战的这个部队 发挥了这个通讯兵的这个 积极的作用 这个使他们 后来也受到了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 吴七五调入成都黄埔军校 先后担任军校教育处副处长 军校训导处处长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他主要是还是做文官嘛 也受到了这个当季的这个忠识 就安排他回到了黄埔军校 他一直是在学院搞教育的 这个军事教育 回到学院以后 就任这个训导区的烧将副处长 那个时候已经就军校已经签到了四川嘛 最后就是一直在教育 教育处副处长这个港 一直到四十九年 率领这个军校第一大队 第二第三大队就起义了 起义了那就改变为中国人民减分军 六四军他是任务副军长 之后就抽调到南京 中国人民减分军军事学院 他就抽调了弄这个将军班的教官 五五年的时候就转捏到了水电部的防火委 一直到1969年 这个阴兵 一直无效 就在医院里面 这个军事 受外公的影响 晨曦劳戒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经常整理收集黄埔军校的图文史料 和外公的黄埔存史 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后代亲友的活动 更续传承黄埔精神 我们黄埔后代后人要继续发挥 前辈的这种爱国精神团结 爱国爱民的这种精神要继续发言下去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历史时期 我们作为三代 这个历史时期要担负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责任 把这种精神能够不间断地全给第四代 这个第五代 那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一定是在这个世界是很强大的 也不辜负前辈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愿望